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第一個工具理會的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第三、第四個 因為早期在AE裡面其實也主要是這個為主 但是在後來的版本又加強這一塊 所以你才會看到這麼多工具 首先我們講一個 就是跟在Photoshop的樣子有的工具 就是這個 Overlap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剛剛那個女生的手 有沒有要擺在前面還是擺在身體後面 就是跟她一樣的工具 就是用來調整塗層前後順序 可是她調的方法 不是像剛剛那個一樣 來我們看一下 這裡 如果我誇張一點 讓我能夠這樣拗到後面 那你想看看她是要在身體的前面還是在身體後面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我先做到這裡 我換成第五個工具 這個 這時候她會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叫Infront 就是由這裡去決定在塗層前面還是在後面 那你可以在她圓圖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灰色的就是她圓齒的圖 我比如說在這裡點一下 好 這個 就是在前面的 你如果樹脂是正的 待會她拉到後面去之後就會留在上面 好 那我們看這裡 點到她 有沒有 這裡是正的 那我來看這裡身體這一塊 有沒有 嘴巴這裡 如果我在這裡點了 她待會這裡也會突出來 在這裡點 你有沒有感覺好像越來越浮出來 有感覺到了嗎? 對不對? 那你說為什麼會要這麼多點 跟這個有關係 有沒有發現 網格狀就是給你去觀察它怎麼變形的 所以你的網格每點一個 它的影響範圍大概就是那個區塊附近 所以你點的越多 越多格 它就會怎麼樣 慢慢的越來越浮在那個上面 這樣有沒有清楚 你看有沒有浮出來 越來越多 所以如果你是負數的 它就會留在後面 這個調整的方式跟我們在 那個Photoshop裡面 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OK 好 趕快還原回去一下 好 先這樣 那再來我們來看喔 如果你厭倦了 對人也好 對蟲也好 要釘這麼多圖釘 有沒有有點累 所以 新的工具這裡有兩種 一個叫Band 一個叫做Pint 這兩個工具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不用釘那麼多 有點改善我們第一個工具的那種感覺 那現在呢 你看我這邊 我再拿一支出來 好 我再拿一支 就是 現在我改用 第 那個 第四個 Advance 進階的 好 那我就點在這邊 因為我待會兒 這裡要動 那我點在這邊 嘴巴也想動一下 好 後面我就盯住 固定 來我們來看看 點到它 它 包含了三種工具 第一個 位置 旋轉 縮放 來你看 這樣有沒有動一個範圍 對不對 第二個 你這個 欸 有沒有感覺可以放大 對不對 針對這塊放大 如果你要做旋轉 在圈圈上面 有沒有可以做旋轉 那這個也是一樣 點到它 欸 動起來 所以如果你想要兩個一起動 我就這兩個旋起來 有沒有兩個就一起動 一起放大 一起旋轉 這樣也可以 好 所以 點數相對會比我們剛剛那種方式來的少 但是它又可以 一樣 針對 多個範圍 去影響 這個是它的優點 也就是說它影響的範圍 比我們剛剛那個 單一點 來的大一點 所以 你在這邊做的時候 到左下角這邊看 其實都是一樣的 而且你看它單一個點 就可以做位移旋轉 縮放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這個工具的優點 另外那個工具 這一個 Band 就是彎曲的意思 Band 但是這個工具 也有點沒頭 可是它的顏色不同 有沒有 它 一樣可以變大 變小 然後也可以做旋轉 好不好 甩尾巴 所以你知道 果果要搖尾巴 要怎麼搖 把這個點子 要釘在這裡 你用 剛剛那個 用這個都可以 搖尾巴 有沒有 因為前面有釘住了 燈燈燈燈 好 但是它沒有辦法做什麼 做移動的動畫 它就只有兩種 就是旋轉 跟縮放 所以這是這個工具 它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 道理一下 你要用舊的工具 也沒關係 用新的工具 也可以 最後呢 它還有一個工具 就是在這裡 叫做 Stage 那這個 如果你去查英文 它就是 麵糰 麵糰 很奇怪 但是呢 它這個工具 比較像各位Photoshop裡面 有一個工具 你們在Photoshop裡面 有沒有用過一個叫做 異化工具 有 就是變胖跟變瘦 有沒有 嗯 就是那個功能 你今天 我用的工具之後 會影響到 它那個 工具裡面的那些 範圍的影像 那如果你今天 來 我們看一下這裡 找一張圖 好 來 看一個新的 剪貼物 OK 好 用人 好 對 那如果以這一張來說 我們 想要針對 這一個 圖片 叫 異化 好 進來 OK 那麼你可以看到 這裡不是有這個工具嗎 那 這邊 有一個 叫做 凍結 你有用過這個工具嗎 平常如果你沒有用的時候 比如說 我要做膨脹 那 那我們就把 這個 啊 腳變 來這樣 腳變膨脹 這個是縮小 那你說的 我要找膨脹的 膨脹膨脹 有沒有 膨脹 可是呢 今天如果我有把某些地方 比如說我要做臉 臉就不能這樣膨脹 這樣 怪怪的 那你想要把它 凍結起來 我就可以用這個工具 前面不要動 我就動後面就好 所以呢 我用這裡的膨脹 這樣做的時候 有沒有說 耳朵會變大 前面是不是不會 所以 講了這麼多 我們那個工具 就是這個效果 這個有沒有 面糰工具 就是 如果你希望 某些範圍 不要受它影響的時候 請你來這裡自己 滴滴一下 來這裡滴滴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你看 我們在動這裡 有沒有感覺 這裡不太會變形 有沒有 這樣子 那我在動嘴巴 嘴巴在動的時候 這裡都會保留 都會保留 它就盡量不要 讓這邊去動到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我把它的基本概念 先在這邊 跟大家這樣整個做個介紹 那下禮拜呢 有機會我們再來 跟各位介紹一下 另外 因為 Adobe這個軟體 雖然我們不會 真正 花很多時間介紹 但是我相信 各位 你需要知道一下 因為現在做這種 虛擬偶像的動畫 有沒有很多 LINE裡面都有了 你知道嗎 那裡面有沒有虛擬人物 有耶 老師最近有寫一篇 部落格文章在介紹啊 所以說 這個其實對 我們 在做動畫 2D的動畫 或3D動畫 現在很多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用LINE 因為LINE裡面 也有這種虛擬人物 它還不只可以這樣 還可以跟真人結合在一起 好不好 這樣在下面 這個是假人 對不對 還可以AR 再搭配 這個有沒有跟真人 剛好今天跟 他穿一樣的顏色嘛 這樣了解 好不好 所以這個 你用LINE也可以做到 只是呢 我們用 剛剛這套軟體 你可以控制更多 而且還可以做自己的造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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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